Hello,大家好,我是大铃猫猫姐,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 这也就意味着笔站将成为技快手抖音之外另一大拥抱电商的视频平台,它那一七二亿月活的巨型流量池也终于向商家们开放了。 其实笔站的老用户都知道,这不是笔站第一次尝试电商业务了,早在2017年11月,笔站就在平台内部推出了会员购,售卖手办,模型,图书,动漫周边等二次原项的商品。 相比于其他电商平台,笔站会员够没有那么复杂的优惠玩法,可谓佛系买家的省心首选。 虽然笔站会员够有价格高,品类少等不足,但这显然标志着笔站卖出了通向电商的第一步。 2018年12月,笔站与淘宝联谊,深耕内容电商,获得授权的UP主可以以拍摄视频的方式,帮淘宝的商家带货。 或者以加入内嵌广告等方式,给UP主们带来外快。 2019年,笔站成立了子公司,专门运营MCN业务,开始培养一批种草型KOL。 此时的笔站已经具备了小红书的形态,离直播电商只有一步之遥。 根据笔站2020年PUE财报显示,笔站这一季度的营收为232亿元。 其中电商及其他,收入为1、6亿元,同比增长64%,由此可见。 笔站在电商上,还是有所建树的。 此前的牛刀小事,就已经为其带来了一笔可观的收入。 另外,根据中国互联网发展统计报告显示,2019年,整个直播电商的市场规模为4338亿元,预计2020年破万亿。 大环境的火热,使笔站无论如何,也要掺货一脚。 更何况,笔站的资质,也是十分适合,向电商直播转型的。 被误解的电商事格者,可能不太了解,笔站的朋友,会有一种刻板印象。 只有二次元群体才会去笔站。 这决定了它,只能是一个小众网站。 其实,这些年来,笔站一直在为破圈努力。 它的目标不只是国内最大的二次元社区,而是像YouTube那样的综合性视频网站。 为了破圈,笔站购买了大量的电影、电视剧的版权。 凭借其无广告的优势,吸引了一部分优爱腾的用户,激势了二次元用户的比例。 同时,笔站良好的原创氛围,也吸引了一大批艺人的粉丝,成为他们安利爱斗的重要阵地。 今年开始,跨界晚会和后浪三部曲,让笔站走进一般大众的视线。 而在几年前,很难想象家里的长辈、公司的老板会在朋友转发笔站的内容。 另外,笔站内容的改变,足以说明笔站出圈的成功。 根据笔站财报显示,笔站播放量前三高的内容类型,是生活时尚Vlog、泛娱乐和游戏电竞。 从前占据主流的NM动漫相关降到了第四五花八门的用户类型,是笔站卖相、直播电商的群众基础。 而且,二次元群体并非不食人间烟火。 普通人需要的商品,他们同样需要,而像定制服装、数码产品、游戏周边等商品,也更适合在笔站上卖。 二次元,最懂二次元不是一句空话。 当然,要做电商直播不仅要有用户,还要有专业的主播,而这恰恰是笔站的强项。 笔站良好的粉丝氛围和宽厚的条件,孕育了许多才华横溢的UP主,他们也培养出了一批忠实的粉丝。 这也就意味着,笔站的电商直播不一定要靠低价取胜,粉丝年度很可能成为其独特的优势。 总而言之,笔站这次的路选得很对,他们很清楚自己拥有需要什么,内容仍是主业。 笔站不会本末倒置,诚然,进军电商直播的笔站来势汹汹,但这不会成为一场大战。 笔站的调性,注定了电商智能成为次要的盈利手段,无法成为它的利命之本。 笔站的CEO陈瑞曾说,笔站最终会是一家文化品牌公司,就像迪士尼,最早是一家漫画或电影公司,但最终它是一家文化品牌公司。 笔站的目标很明确,即从内容平台到文化品牌,完成至的飞跃。 而在这个过程中,电商直播的地位就显得无足轻重,虽然它能为笔站带来一定的营收,但笔站并不靠这个发家致富。 况且,笔站之所以能有做电商的资本,是因为其庞大的用户群构筑了流量池。 我们以前讲过,电商直播是一场注意力的战争,正是因为每天有数以亿计的人在刷笔站,商家们才盯上了它。 如果向电商急转弯,那才是本末倒置。 所以,笔站的电商直播之路,仅仅只是一次大胆的尝试,并不会倾斜太多的资源。 但话说回来,破船还有三千钉,哪怕三千流量只取一条,也能养活一小批商家了。 尤其是与二次元垂直相关的卖家,多往笔站瞅几眼,总没坏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